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萨卡没开二度 曼联2比1逆转击败埃弗顿 安东尼和C罗各进一球 阿森纳与利物浦的比赛最受瞩目 结果这场比赛的结果成为了双方本赛季成绩的真实写照 阿森纳的开局实在是太梦幻了 马丁内利不到一分钟就攻破了阿利松把守的大门 落后的利物浦不得不加强攻势 虽然机会也不是很多 但还是抓住了一次机会完成进球 进球的是新元努涅斯 他门前包抄顺门打进 眼看着上半场会议平局结束 结果萨卡在半场捕食阶段阐射破门 让阿森纳再次取得领先 利物浦还是很坚韧 在下半场依靠菲尔米诺的进球再次扳平比分 但是 从那时候开始 利物浦突然像断线了一样 进攻乏力 防守也不断出现漏洞 阿森纳在利物浦半场持续制造威胁 利物浦门前风声鹤唳 结果关键时刻裁判的一个判罚彻底改变了局面 地亚哥禁区内踢倒热苏斯 裁判判罚点球 萨卡罚进点球 虽然此时距离比赛结束还有十几二十分钟 但利物浦却无法组织起有威胁的进攻 让人感到有些惊讶 最终阿森纳三比二获胜 阿森纳终结了对阵利物浦五场不胜 曼联与埃福顿的比赛同样进球出现得很早 一卧比在第四分钟就攻破了德赫亚把守的大门 曼联早早陷入困境 不过 曼联很快就扳平比分 马夏尔助攻安东尼单刀推射破门 马夏尔延续了出色的表现 只是很遗憾的是之后他受伤下场了 斯罗得到替补上场的机会 此时比赛只踢了28分钟 替补上场的斯罗抓住了机会 在第43分钟为曼联打进反超比分的进球 这是斯罗本赛季联赛手球 下半场埃福顿想要反扑 但是 始终没能攻破德赫亚把守的大门 拉什福德打进一球背叛手球犯规 最终曼联2比1获胜 在积分榜上 阿森纳拿到3分后 以24分的总积分重返榜首位置 曼联则是23分 只能排名第二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